午安 二十万间 台式晚间新闻 我是林依如 国内在今天新增了13例的境外移入个案 其中有4例感染的是Omicron病疫株 个案案16908 入境后3天在防疫旅馆里头身体不适 经过两次裁剪才确诊 CT值只有19 病毒量很高 而目前国内累积到现在为止 总共已经有16例境外移入的Omicron确诊个案 都是突破性感染 距离打完第二季的时间 分别是三个月到六个半月不等 现在就有医生很担心了 因为国内现阶段是规定 间隔五个月才能够打第三季 恐怕会有漏洞 疫苗快打战凭成名覆盖率 毕竟Omicron病毒威胁尽在眼前 23号新增13例境外移入中 有4例是Omicron 其中1例按16908 14号入境时裁剪阴性 隔天在防疫旅馆就开始喉咙痛 快晒还是阴性 由于症状一直持续 17号再次快筛呈现阳性 就以后确诊 CT值19 但入境三天才确诊 入境到确诊 中间隔了三天 在这个检疫的期间 就已经拦截到 幸好都在境外就拦截 但国内目前累计16例 Omicron确诊 通通是突破性感染 打完第二季后 平均4.9个月感染 最短的三个月就确诊 感染症医学会民运理事长 黄立明卓认为 我国现阶段间隔五个月 才打第三季 肯定有漏洞 但也有医师持不同看法 第三季的间隔 有时候不是完全看这个 还要看当地的社区疫情 有些国家本来就是 隔三个月就可以打 但英国都是疫情最严重 我们都在边境忙碌 而这16例Omicron中 只有两例高于50岁 其他都是年轻人 年龄分布大概也都是 偏这个年轻的这个族群 16例当中只有两例是 这个50岁以上的这个民众 那其他的年龄都是在 10多岁到30多岁之间 随之国人返乡朝涌现 边境面临挑战 如何防守第三季疫苗 成为关键 记者综合报道